老肖肖静腾从13年起担任选修节目《最美和声》的评审 对演出相当要求的他 近期竟然在这个舞台上晕眩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 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 花园事件的真相 原来老肖五月底在南京举办巡回演唱会 才唱到一半就感到头晕 他硬撑唱完全场 一下台就表示中场过后一直响吐 隔天进棚路《最美和声》 为了身体不甘负荷 不止如此老肖最近也常常拉肚子 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老肖接下来工作行程满档 没有时间做进一步的健康检查 但经纪人Summer则回应 经纪公司会强迫老肖停下来好好休息 不让他再接新的工作 并会尽快安排回台就医哦 有酷犬一乐 要好好照顾身体呢 台北报导 老肖肖静腾 曾一三年起担任选修节目《最美和声》的评审 对演出相当要求的他 近期竟然在这个舞台上晕眩 突然眼前一片漆黑 健康状况亮起了红灯 还原事件的真相 原来老肖五月底在南京举办巡回演唱会 才唱到一半就感到头晕 他硬撑唱完全场 一下台就表示中场过后一直响吐 隔天进棚路《最美和声》 果然身体不敢负荷 不止如此 老肖最近也常常拉肚子 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老肖接下来工作行程满档 没有时间做进一步的健康检查 但经纪人Summer 则回应 经纪公司会强迫老肖停下来好好休息 不让他再接新的工作 并会尽快安排回台就医哦 有酷犬一乐 要好好照顾身体呢 台北报道